吴多颂 出演两小抓瑞瑞的机会 直接KO对手了 看有没有机会 看有没有机会 这个时候 波维应该跳出来 跑开 不要在那硬扛 对 非常的激烈 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 应该看准一些 因为这个时候就准一些 对对对 冷静一下 比如刚知道 这个顶上旗的这个波维 是以钢铁下巴著称 他这个河道进攻心打法 向推出镜 哇 漂亮 现在我觉得 他有点扛不住 我们这个秋剑梁了 毕竟岁月不饶人啊 这个我们的这个 波维吴东宋 曾经是200几年的 这种王者 开场遭到对手 重击独秒中国坦克怒了 疯狂反击连续重击对手 暴揍泰国拳王波维 这是一场泰拳规则比赛 让我们先认识一下 泰国拳王吴东宋 1984年出生在泰国 13岁开始打拳 他以钢铁下巴和火爆的 进攻方式组成 先后获得过 泰国加南龙全场冠军 WMC轻量级世界冠军 泰拳战士超次中量级冠军等荣誉 而他的对手 就是在中国自由搏击界 鼎鼎大名的 中国坦克邱剑梁 这里也不做不多介绍 邱剑梁的比赛 做过很多期节目 大家可以去看看 往期视频 本场比赛邱剑梁火力爆发 全场输出暴揍对手 比赛打得十分精彩好看 话不多说 让我们开始精彩比赛 从这个时间上 也是三局 然后呢 这个泰拳比赛是三分钟一局 然后五局 我不知道咱们本次比赛是采用的 应该也是三分钟三局 三局三分钟三局 如果是这个 在泰国这个泰拳的比赛是三分钟一局 然后五局 然后呢 他那个除了我们现在 那个WF的规则之外呢 这个泰拳呢 可以用肘 可以开肘 可以开肘 换句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 用吸法的这个方面呢 如果贴身之后 可以联系 可以联机 因为我们这个WF是这个贴身之后 然后是 吸击一次 吸击一次 没错 对 所以说那就从这个比赛的节奏上 那就也不同了 因为他有了这个贴身之后 可以联系细 所以说 这个泰国的这种 纯泰国的这种比赛这种 缠暴是比较多的 对对对 他们形式也练的也比较多 用的也比较多 现在我们如果区分不开短裤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双选手的户外 白色护卫的就是我们的中国坦克 邱剑良 看这套类颜色 特别明显 也明显 刚刚这个 有多秒了 这个是被冷拳击中的吗 一个白拳 一个白拳 这个波维啊 这个是十两十的一个冷拳王 就是他 这位拳手的时候 背景啊 就是说他这个 曾经打过这个两次这个 中泰比赛 战胜过这个军金 但是他那个输过输过了 冲击罢 好 邱剑良突然爆发 利用对手脚步移动失误 凶猛的组合拳 暴走对手 怀疑颜色 报了开局被独秒的仇 邱剑良的反击开始 吴东宋被打猛了 心里想 这小子反击这么狠 把这个 微波吴东宋 出现两小抓瑞瑞的机会 直接KO对手了 哦 他有没有机会 他有没有机会 这个时候 郭维应该跳出来 真的非常难 不要在那硬扛 对 非常的激烈 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在 应该看准一些 越来越说越准一些 对对对 冷静一下 比如刚知道 这个 顶上棋的这个郭维 是以钢铁下巴助撑啊 他这种活动竞争性打法 像推主第五啊 漂亮 现在我觉得 他有点扛不住 我们这个 邱剑良 毕竟岁月不饶人啊 这个 我们的这个 郭维吴东宋 曾经是二零零几年的 这种盲者 没错没错 并且在一二年 战胜过维克多尔纳格比 而我们这邱剑良 是二零一四年了 对 对 我们是 心兴小剑小剑 很怕小剑 哦 哦 当我们很多观众啊 都为我们这个 花招拳王 擅猜没有办法来的时候 感到意外的时候 其实这位 波维吴东宋啊 在二零一二年 还战胜过维克多尔纳格比 而且是 加兰农全场的冠军 这位选手 可不是一般的厉害 而且他13岁的时候 就开始 参加正式联业比赛 总共打到 一百三十十有场 这种 各级比赛 秋剑良 现在越打越勇 会不会在这一回合结束 这一次比赛 对 还是这个 秋剑良 这一个 零双 就了一次 这场第一回合的比赛 非常有戏剧性 先是秋剑良 没毒秒 然后秋剑良 还了对方几个毒秒 第二局开始 依旧火爆 吴东宋再次被击倒毒秒 虽然毒秒 看起来状态还不错 还可以再打 也是个防高血后 扛奏真难忍 对他有点心疼了 因为 他上一场比赛 已经要追溯了一年前 那是也是在日本啊 被这个 呃 彤彤邦家两回合 开邀 这个一代老前啊 制约不饶人 这次应该是连打带推的啊 就能下降 下辣的一部分 对 我刚才要终止比赛了 我觉得 其实裁判可以看终止比赛 我个人认为 因为这个包围年龄也不小了 而且他 付出现内时间不长 他已经一年没有参加大赛了 这个我认为从这个我们 比赛的角度来看这个波雷已经没有不具备在 没有这种抵抗的力了我觉得 这个时候裁判实际上是可以 叫停终止比赛了 这个时候 不应该再有一个波雷一 波雷还有一个 对视 他的体能不行了 体能不行了 他拿着F的追索如果一回合被击倒三次或者整局下来被累积击倒五次就可以结束一场比赛 再倒一次应该就结了 对 波雷就没有这种玩手的能力了我个人认为可以终结这场比赛 对 因为比赛再进行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波雷你看他的步伐他依然是朝前走的 他依然是在顶着对方在那 我觉得这一波进攻啊这个波雷没有缓过来一直到 你看还有还有反击这个能力啊 哦 这个是邱建良的 下一次的 但是也很危险 的确是在以往的拳击当中有这样的直觉 与邱建良的那个动力下 逆转暴露 逆转暴露 但是这个估计很难了啊 邱建良来自于我们这个大股市民方训练营 是一名非常有实力的 年轻的一个选手 如果邱建良 再给对方一些缓击缓过来的机会的话那这场比赛算不倒转 但是我很奇怪啊因为这一场 纯泰城这个比赛了 我觉得这个 波雷又没有没有用转和吸的这个 啊对对对 他可能这个 波雷也可能没有 没意识到这个 没意识到这个 这个比赛规则是泰城规则 泰城规则 满满的体育精神让人敬佩 身体自己 身体平平倒地 这个时候好像开始有走廊 波雷 但是你就往来就往来 黄虐了老拳王波雷 我们看到这个邱建良啊在台上表现的这么声容火虎 但是实际上 好是最后一回合的比赛这场泰拳开肘的泰拳比赛呢 我们真的很为这位老拳王感到钦佩啊 竟然能扛下这个邱建良那种狂风暴雨的两轮进攻 而且第三回合好像又恢复了一些这个 这个进攻能力 这个老拳王果然是功底深厚 但是他对头部的防守也太大意了 所以很多泰拳手他们这个风格啊就是说 对头部防守不够 他们经常是用这个 用左用锡啊去进攻进攻对方 这位 郭维吴东宋这位老拳手啊 一直到现在还在保持着自己想进攻的这种欲望 是的这个人精神可驾 从心里边我非常佩服的 这也是我们今晚这个 WIF全球功夫胜典的这个唯一的一场开始规则的比赛 但是双方打起来更像一场自由搏击的 没错我我刚才没有看到双方那种 我抱在一起然后互相鼎息的这个 一下子被那个邱建良带入的比赛节奏 对 他也忘记了这是一场 可以用 可以用走的这种赛事 啊我们看到这个老拳王 郭维啊 嘴部已经流血了 对作为一个选手来说作为一个优秀的选手来说 除了在场上渴望胜利争取胜利之外 其实我们大家不能看到能难能可恤的这种精神 所以老拳王还在 用自己的这个动作和行为的挑战 表示我还能打 无论这场比赛输赢 我觉得从精神上已经不重要了 已经战胜了现场的所有观众 已经让所有观众都 本来就是一场非常有血的精神运动 如果你害怕这个受伤流血 害怕倒在肋台上呢 你根本搞不了这个项目 没错 几乎所有国际运动员可能都或多或少受过伤 这是项目独特幸福的决定 但是要更专闻一种力量 精神力度和勇气 吴东宋还在挑衅对手 表示自己还能打 体育精神让人佩服 本场比赛的胜利 对于双方来说不重要 吴东宋在享受比赛的过程 好信你过来过来 到现在才阐释出来一个 什么是 对对对对 以自己的这个言行举止来告诉大家什么叫真正武的精气神 我觉得老老从这个技术层面上我们已经无需再做多的分析了 现在我们分析的就是 双方在这场比赛中能给我们的观众带来一场什么 对 那像作为您来说 这么多年的武林锋 像这样的拳手 我觉得也并不多见 是的 是的 哦 因为这个 在马上比赛结束的最后这个一刻 郭维又未击倒了一次 我们修建良以自己的实际行为表示了对这个老苍 双方互互相勤态啊 值得鼓掌 值得我们为他 喝采 就像我们所说的这场比赛的胜负已经不重要了 我希望让他表现送给来自泰国的吴宗宋 好吧 这是一个让我们充满敬意的运动员 我第一次在邱建良的眼神当中看到了 犹豫 邱建良的眼神当中真的看到了犹豫 因为他面对了一个他怎么也打不倒的对手的时候 他眼神当中出现了迟疑和犹豫 我们也对吴宗宋这名泰国的运动员 表示由衷的敬意 这是2009年S1的肌腰带的得主 和2014年S1肌腰带的得主 来进行这场超级战 这应该是一场史诗般的纯泰拳规则的比赛 那么铺尔韦坚持站到了最后 没有被对手击到 他用实际行动捍卫了自己的尊严 一个拳手的尊严 这真是 一场泰拳比赛的实施 一场传奇 没错没错 这个时候我看到这个开场民伤在为他护理的时候感到有点心疼 的确是 不过比赛就是比赛 一定要有一个胜者 比赛胜负应该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没错 谢谢邱建良和吴东宋带来的精彩比赛 吴东宋捍卫了拳手的尊严 邱建良用实力也证明了自己 大家觉得邱建良打得怎么样 欢迎留言评论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看 有请重庆可明实验集团董事长张晓智